高雄有一名陳姓外送員送餐卻遭到辱罵 原來是顧客透過外送平台點餐 結果超過半小時都沒有人送 直到陳姓外送員接到單才把食物送過去 不過當下客人卻把氣出在他的身上 讓他相當不滿 氣得說要提高 外送到了 大半夜外送員跑單送宵夜 沒想到卻遭到顧客辱罵三字經 似乎是顧客等太久 一肚子氣灑在外送員上 但這也讓外送員不滿回籍 那我送回去 因為我才剛接到單我就送過來了 你要這樣子的話我可以幫你送回去 像外送平台點餐後都沒人幫送餐 才會氣得在電話裡怒嗆 但平台配送問題 外送員也覺得被罵得莫名其妙 你要這個態度我可以幫你送回店家 要嗎 我要去當東西啊 事後凌晨一點多 陳姓外送員接到單不到10分鐘 就將餐點送達目的地高雄左營 怎麼知道顧客點餐 沒人送已經超過半小時 他一個火大不只拒絕下樓取餐 還不斷辱罵 這也讓陳姓外送員不排除提告 我也會這麼做啦 單都不要給他送啦 因為到時候可能又要爭吵又花時間 已經放太久了 你會直接轉單轉掉嗎 其實是真的會 而像這樣的情形 不少外送員避免糾紛 通常都會選擇轉單 只是辱罵畫面在網路曝光 有不少人也覺得服務業真辛苦 其實不想等可以不要點 我覺得是不用這樣子啦 因為外送員也是辛苦工作 對得修養啊 若遭辱罵等情勢 可保全通話內容 再次案情報案糾責 民眾不想出門 使用外送平台還是得多溝通 互相尊重 才不會惹上麻煩 又可能得吃上管死 記得陳姓中 再次案情報案糾責